《难以理书》第二章第四十五节 你记看见非人手作出来的一块石头 从山而出 打碎金银铁链 那就是自大的神 把后来必有的时级王子明 这梦准是这样 这讲解也事确实的 其实我相信最需要策略的理由 在我们人生当中 为什么信仰要需要策略呢 为什么一个基图要需要策略呢 我相信最大的理由就是 很多人误解了人生是什么 即使误解了一种 跑信仰这条路 我相信十居其九的基督徒 其实不知道人生是什么 人生其实是类似马拉松 而并且可以说比马拉松更加长远 漫长和艰难的一条道路 如果真的要对比我觉得 或者将马拉松成大一百倍 我想说你有没有这么夸张 成大一百倍哪有可能完成呢 没错了 信仰人生是一条不可能完成的道路 其实是不可能完成道路 换句话说 除非当然那个人死于非命 如果那个人真的长命百岁的话 他到年纪大的时候 或者他四五十岁 他还可以称王称霸 独具一方 但问题到六七十岁 八十岁 九十岁 一百岁 一百一十岁 一百二十岁的时候 究竟这条马拉松的道路 其实是怎么跑下去呢 到时牵涉到非常多的东西 而那个多的程度 接近是不可能的 这个就是这么多年当中 我见到很多人去跑这条路 他跑得十几十年 就已经一个一个垂低的原因 就是这个原因了 因为马拉松 我们知道 现实马拉松 基本上我们称为马拉松的原因 因为它长到那个阶段 大部分的人跑的时候 都真的可以说锻炼过的 不锻炼过 你基本上不用跑得完 对不对 马拉松其中一个问题 跟一百米不同 就是说马拉松的很多人 是根本跑不完 那条路因为太长了 但现在我说 人生就好像马拉松 是一百倍的 那一百倍就是说 有没有可能跑得完呢 其实就是没有可能跑得完 大家只是看谁跑得最远的 其实在人生当中 就是有一条这样的道路 就是信仰的道路 其实基本上 就是在我们这个人生当中 在这么多排除万难的情况下 其实我们个人 尽量跑 是跑到多远 而事实上如果我们不懂得 去用神所给的各样帮助的话 你发现有些人向来跑得好 跑一会就收工了 而策略就是帮助我们 一步一步 在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当中 能够维持到今天 不要说这么远的将来 不要说永远的将来 只是说今天你做得好不好 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加好 而实际上 我们信仰主第一年 第二年 头一个十年 头一个二十年 其实里面 我们遇到的事情是越多的 比如举个非常实际的例子 在你的健康状况 你的经济状况 在你人生的过程当中 就算当你已经侍奉 但是问题是 你年纪越大 你身边的人 你长命 别人不长命 你的朋友 你的同工一个个离世 那你怎样呢 人生 如果你真的看回这个现实的话 其实要跑完这个信仰的道路 其实是要付出的心力 是比我们想象更加多 所有随遇而安的信仰 是不会就得完的 你什么时候见一个人 是完全不锻炼马拉松 然后用随遇而安的方式 马拉松可以跑得远 他不死也算幸运 而实际上 我所说的人生 记住 不是一个马拉松 不是马拉松的十倍 是马拉松的一百倍 而每一个人 你根本不带着必死的心 你基本上都不用气跑 在这个信仰当中 而实际上 如我所说 就好像在整个家当中 冒险冒死 基本上就是 神要求每一个 有阿伯罗恩信仰的人 的起手式 是一个我们 根本要预测的心态 因为如果你不这样做 其实你会在人生当中 走这个信仰 你会越走越吃力 而理由我相信 最重要是一个 可以自古 在基督教信仰 都有一个问题 就是 时间是信仰的敌人 那你就明白 神为什么设立了策略 策略是可以 使到时间成为你的朋友 就好像马拉松 他的长度 会成为所有 马拉松的敌人 但是有没有办法 使这个长度 变成你的朋友 原来是有的 这个就是 如我所说 就是很多的基督徒 九成的人 都不知道这个秘密 而于是乎 说真的 九成的人都 跑不完这条信仰的道路 这个也是一个事实 是整个基督教 一直有的事实 我相信 现在你就明白 为什么 我们所说的策略 是这么重要 因为时间是我们最大的敌人 就算连时间施篇 摩西施篇 都是这么说 而其中一样 就如我所说 时间是你的敌人 其中一样东西 就是你的朋友 你的童工 你身身建立的 这个可能是侍奉王国 这些朋友 这些童工 他们可能都会离世 而随着时间当中 他可能会有人跌倒 有人可能因为 健康的问题 不能够去继续侍奉 有些人可能 年纪大到已经有 老人痴癌症 但唯有你不痴癌 你还要侍奉下去 我说的是 原来随着时日的变动 其实甚至 我们以为 我们建立的东西 都会变 都会变动 而那个过程当中 我们就需要策略了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有策略的话 就如我所说 时间 包括时间里面 所拥有的所有变动 都其实可以变成你的朋友 举个简单例子 我侍奉了二十多年 我还有几年 我就侍奉了三十年 我信主三十多年 但是这二十多年的 事奉三十多年的信主当中 我不会希望 回到我二十年前 或者三十年前 我信仰 或者我拥有的东西 我绝对不想 因为这三十年里面的信仰 二十多年的事奉 我可以用时间 成为我的朋友 所以我今天拥有的东西 是我以前望尘莫及 无论我拥有的朋友 无论我拥有的身份 无论我拥有的神的同在 恩高和启示 无论如何 我都不希望 回到二三十年前 没错 那时候我更年轻 但是不是那时候 我健康更好 没错 那时候我有更多的选择 但是不是等于 我已经作出 无数次的选择 所以你会看到 很多人 他不断自怨自艾 觉得连华勢去 为什么 因为只是这样 你已经知道 这人人人生当中 完全没有策略 他做的事 根本是现在 吃回果子 而再进深一层 就是原来策略 就是使你所杀的种 你所结的果子 你能够活到 能够丰收的日子 为什么 因为所有杀种 或者种树的人都知道 在种树方面 或者杀种方面 世家都是他的朋友 因为他可以按时后结果子 这个是诗篇第一篇里面所说的 是不是 好了 如果说到这一点的话 那我们就一定要去到最后一点 就是说到我们在时间里面 我们要有的宗旨 我们要立这个宗旨 我们要进行这个宗旨 而为什么 原因就是说 这些宗旨 会使我们在时间当中 去好像栽种 我们能够按住时候 我们所杀的所有这些种 都能够收回 而策略就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 维系着我们 维护着我们 导致我们能够在这个时间的 红楼当中 去借着累积 借着我们 丰收我们自己所杀的果子 或者种子 导致我们去到晚年也好 去到任何一段时段也好 都能够收回我们年幼的时候 所种下的这些善果 而这些善果 很多时候就是我年幼的时候 立定一些宗旨 而老年去收割 比如举个简单的例子 十分一是否一些宗旨 来的呢 是一些宗旨来的 但以理书第二章第四十五节 你既看见非人手作出来的一块石头 从山而出 打碎金银和铁泥 那就是最大的神靶 后来必有的时级王子明 这梦准是这样 这讲解也是确实的 持人能失去 监检 小爱医生 南部 安息 里钢 新娘 和声 一切 重梦 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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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切 当二十一切 一切 一切 神规伴丁会跨越挑战 专一信靠父神要心见自在 仰望耶稣向着前远看 靠着神灭为冷风夜寒 人生满在热习 心中燃上爱火 沉述主大爱 从心中自眉毛每日发光